好 兩個字 牽結 引起了軒然大波 不管是當時被傳的證人 或者是媒體看不下去 黃社長 接下來會怎麼樣 接下來就是當然馬英九 已經開始 他不能用喪心病狂 因為喪心病狂 沒有辦法把權力操縱得這麼綿密 而且馬英九最可怕的是 他一直用人事權在操作 你看他大法官一口氣四個都過 但是其實這個問題的嚴重 是在於民進黨坦白講也非常可惡 因為民進黨不應該讓大法官的人事 送到大會去表決 民進黨放水 而且你跟他看那些投票的結果 民進黨本身還有去贊成的 也有 對啊 而且臺灣司法這麼多問題 民進黨從來沒有在司法這一塊的腐敗上 做過任何著力 不管是修法 不管是提什麼案 不管是做什麼 從來都沒有 反而都是第三勢力 都是民間 民進黨這一塊裡面是 幾乎是樂見司法如此腐敗 似乎是他們也可以撈到好處一樣 也可以打打官說電話一樣 所以為什麼今天老百姓第三勢力被非常的期待 我前幾天有一次去參加一個演講 林峰盛也在場 他當然代表的是第三勢力 我發覺所有的聽眾裡面 問題都不問我們這些人 都只針對林峰盛一直在問說第三勢力 第三勢力 因為臺灣今天整個政治氣氛變成說 國民黨很可惡 但是民進黨不可靠 不能信賴 所以老百姓 所以尤其像我長時間在司法這一塊 發覺說司法的問題會這麼的嚴重 從大法官的任期被馬英九這樣亂搞 民進黨在整個國會 連一句質詢都沒有 馬英九可以把明明是一百零四年到任期的 故意在大法官的派任書上寫一百零五年到期 然後明明是一百年到期的 他也把喉嚨成為一百零五年 這個根本就是圖力 那這個我也在特徵組告了 那你也知道特徵組當然是不會辦 所以臺灣現在最大的悲哀就是說 兩個政黨幾乎都只關心他們自己的利益 那國民黨更可悲的就是整個本土崩盤以後 隨著馬英九高興怎麼玩弄就怎麼玩弄 所以從郭冠英那些人又可以複職 一直到最近的克剛微調 其實那真的是那不是微調嗎 有個老師講得很好說今天天氣很壞 變成微調成今天天氣很好 只有改一個字 那請問這是微調還是句調 馬英九所有的手法已經是完全是不掩飾了 他就是我就是皇帝 我就是獨裁 我就是要這樣子 然後最可怕就是說因為他是總統 所以人事權基本上都還是尋力會去讓他 所以包括最近通過的臺北地檢署檢察長 沒錯 臺北地檢署檢察長會決定所有的案子 要不要啟動 那今年十月最高法院院長會換人 會換成林錦芳也就是司法院的秘書長 對 那這兩個都是馬英九的絕對親信 所以一個負責啟動不啟動 一個負責三審定驗 那中間如果再搞個減刑條例 那馬老先生因為他退下來的時候 就叫他滿六十五歲 所以聽說減刑條例會再訂一個六十五歲條款 有六十五歲的人減刑的時候在特別優惠 所以馬英九滿腦筋都在想 他將來要怎麼繼續吃香喝 繼續享有這些權利繼續玩弄 所以每個地方你都可以看到 他這些惡搞的痕跡 嘉欣因為現在房間有一種說法 說這馬英九不只是安排好了後路 他根本就已經是升級 他的這種火候已經升級到 另外一種轉型之後的共主地位 你可以看他最近可能包括了 這個柯剛微調的事情 或是說兩岸或是說這個辦事處的 這種很很強硬的 而且快速 而且不經民意的動作之外 還就是在這個斬斷 王金平的這個本土派的國民黨內部 他裡面的一個鬥爭也好 是你是如何看到這個所謂的 接下來馬英九的這個黑手持續 即使政黨輪體也都不會散的狀況 我先回應一下 剛剛社長的這個指教 其實我知道社長是用心良苦 希望民進黨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事實上我們也非常重視這個司法改革的一塊 也許沒有達到一個很好的成績 所以我們也付出了非常大代價 你以前當過發言 我可以理解 是但是我們自己也是受到 受深受其害 所以我們也是期待說這個臺灣的司法 可以有真的獨立的一天 但今天看到馬英九 沒有跨腳 沒有後馬 他的這個大唐盛世還持續在這個當中 即便朱立倫已經接了黨主席 是一個沒有黨產鑰匙的黨主席 他自己還有一大堆的案子 掌控在馬總統的手裡面 馬總統安排了他的最大最好的朋友 叫做金普聰 擔任了國安會的秘書長之後 從這個國安局 調查局 移民署的署長 乃至於檢察總長 大法官 監察員 一手全部通通包啊 今天又把手伸到這個司法的系統裡面 所有他的政敵 不管是在野黨 或者是同樣是國民黨 通通一手掌握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其實馬英九當然是安排好 他安全下莊的所有的布局了 所以他今天可以有恃無恐進去坐下來 可是我們今天最擔心的是 包括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今天還大剌剌的說 什麼克剛微調 一點都沒調啊 根本要大剌的調 為什麼還可以講這樣子的話 馬總統顯然在背後 跟他有親子關係 授權他 讓他持續往這個方向去走 甚至很多還沒有經過國會的 這個審查的 一些所要駐臺辦事處 兩岸互設辦事處等等的 一些相關的訊息 已經不需要了 他已經開始設了 我們今天就看到那個實質的結果 已經一直不斷地往前走 老實講我真的是非常擔心說 在明年一月十六號 即便總統跟國會大選 又在改朝換代了 可是在這個四個月空窗期當中 馬總統會惡搞什麼事情 我們真的沒辦法沒辦法想像 他到今天他的權力都沒有交出來 連國民黨內為什麼這一次的一個初選 沒有人敢去登記 朱立倫躲在後面 也不敢坑一聲 王金平只能發表一個最後說 他自己的個人無法承擔 很抱歉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老實講馬總統又再一次站到 這個所謂他人生的制高點 家庭你說的有道理 按理說一個剩下一年不到的總統 黨內的聲音不會這麼 這個在美國 我不要講別的 我就講歐巴馬就好了 歐巴馬今天在美國剩下一年的總統任期 他都必須要去尊重Hillary 他的PTT被Hillary打臉 他都不敢吭聲 那為什麼 因為他尊重制度 這個國家即便是一個這麼強的美國 超級強國的總統 他在他任期的最後一年 有多少的東西 他都不敢獨斷獨行 你是說他的FB啦 沒有錯 嚇我一跳 我想說歐巴馬有PTT帳號 沒有啦 我一直說 我再補充一下馬英九 蠻恨到什麼東西 前幾天我去大法官審查裡面 當學者專家 你知道嗎 民進黨向馬英九要求提供大法官的資料的時候 你知道總統府怎麼答覆嗎 因為有各自法 所以不提供 太好笑了 你知道嗎 美國的大法官審查的時候 聯邦的FBI是把所有他們的檔案 A B資料全部送給國會議員 對 他們是由FBI出面 把所有幼稚園幹過什麼事 小學幹過什麼事 全部送給國會 結果我們的馬英九竟然對我們的國會議員回答說 因為各自法所以不提供 因為見不得人嘛 這也是到今天為止 為什麼柯文哲在臺北市即便這些資料解密了 他依然有辦法在那個地方繼續護航到底 李素德還可以這樣大辣辣的在那個地方繼續大言不慘 好文雄哥因為在今天洪秀柱說了 王金平如果想回立法院 只有一條路就是叫他回到地方去選立委 這句話他說得很輕 但實則聽在王系人馬的耳中是非常重的 有很多人就說了 洪秀柱跟馬英九是不是剛剛嘉欣講的親子關係 或者未來根本是垂簾聽證 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親民黨會怎麼回應呢 宋楚瑜可以忍的下去嗎 因為在今天沈副雄有說了 洪秀柱現在的民意還是高漲的 說宋是不可能出來的 我這麼說其實洪秀柱副院長 為什麼會說那句話 大概不外乎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說他個人還不到可以當一個領導人的程度 所以他說話就跟我一樣 偶爾隨便亂說一通 然後隨便罵人罵一通 這個在我來想不太可能 那只有可能什麼事情呢 他也見過總統 我相信一定會提到說 那王金平的事情怎麼處理 或者說前一段時間他跟朱立倫也提到 那王金平怎麼處理 大概大家都會想到第一個解決的方法 就是說那不然讓他繼續當立法院院長 國民黨不是沒有破例過 國民黨也為馬英九破例過 對不對 排黑頭也破例過 那個比什麼更嚴重的 今天讓王金平再續任一屆的立法院院長 其實最重要的原因 他也可以在南部幫這個洪秀柱副院長 穩住一些力量 但是很顯然 我相信洪副院長會說這個話 說這樣的在南部人 或者在王金平聽起來是無血無淚的一句話的話 我相信他絕對是經過有人下棋 有人下棋 那當然神富雄的話就聽聽就算了 他說的話已經很久不準了 人家不再聽了 宋楚瑜主席幾幾乎快要選了 只是說他還要再看一下 看什麼呢 看看你說最近他的民調 洪副院長民調高升 OK 我們也承認他有四四六趴祝福他 但是也要祝你能夠完好無缺 毫髮無傷的能夠被國民黨提名 但看起來是有困難的 所以我在這邊祝福你 但是我看未來這一個月裡面 洪副院長應該會接受更多的檢驗 那宋楚瑜主席在國民黨的名單確認之後 因為現在到底是洪副院長 還不是洪副院長 也還不曉得 確認了以後 我想神富雄大佬 我們再到這裡來 面對面 我告訴你 你錯了 建民 我給大家兩個圖卡 是最新的資料在最近 因為我們每個禮拜都會整理一下 這一週發生的大事件 這是中國大陸人行 就是中國的銀行 就整個下調所有的經濟指標 不論是進出口 內需 還有生產物價 全部下調 這是臺灣的 臺灣的 本來預期今年臺灣經濟也不錯 結果這是由劉太英的經濟研究院出來的 總共九個指標 看清楚了 幾乎全都是下調 經濟要往下掉了 那我們談到這個去 為什麼突然拿這件事情 今天臺灣經濟增長很大要件 其實已經不是靠中國 美國才是為什麼這兩年經濟增長要件 那麼國民黨智庫建議 這個洪秀柱要去美國 結果他說我幹嘛去美國 國民黨跟這個 美國已經關係很好 但是我們重點是假設 他今天真的可以選上這種假設的話 他以後沒有出國的機會 這是一個難得機會去瞭解 到底美國需要什麼東西 你需要共識 但是我們可以確定 是洪秀柱已經去了中國 所以某種程度 這是他們中常委說到 他在中國也是有充分的溝通 而且是要更多的在新新聞 第十六頁裡面 談到很多事件 我真的歡迎大家好好看 新新聞第十六頁 裡面把紅穴樹枝 《手銀的套館》 對《手銀的套館》 這間《手銀的套館》 《手銀的套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